这个线圈可以 趁紧一下 然后下边这一针呢 也是 大家看一下这有一针吗 这有一针 然后再从下边找一根线 然后尽量调两根线 在调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把这个小线头 放在长线的上面 这样就压起来 藏起来了 两针 然后再放 三针 好 调过来之后 绕线 再把线圈调过来 也就相当于支了一针下针 三针 然后这边还有一针 再压线 四针 五针 这是五针了 然后呢 大家看一下 如果直接的这样来支的话呢 这会有一个很大的洞 所以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还要给它调出两针来 或者是两到三针 调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的在 嗯 这个位置来调就可以了 这样 调出两针或三针 那我调出三针来 那调出三针之后 大家记住 呃 这个三针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 调出来之后呢 基本上我们就这样连接 连接起来了 连接起来之后 我们就 呃 直接的用这个线来支下针 我们知道什么位置呢 我们就袖子的位置 我们袖子都是一直都是支下针的 因为是圈子 不涉及到反面 所以我们正面都是支下针的 一直都是正面 好 这针支完之后呢 我们再支这一针 也是支下针 好 这个中间这一针上也支完了 我们再 扭一下 支这边 把这边这几针也支成下针 好 这个支完下针之后呢 我们就 用这一根针 直接的调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在调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侧面 如果我们支的是十 就是后片我们有多支了十行的话呢 我们侧面应该有五个 这个小辫子针 如果是支了十二行呢 我们就有六个辫子针 所以我们这条出五 因为我这应该是支了十 十行 所以有五个 这个小辫针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个位置 五针 这五针挑完之后 我们要调这五针 那这五针和这五针中间呢 我们看一下 如果直接调的话 也会有一个大洞 所以呢 我们这可以调两到三针 一针 我们可以调两到三针 那我这边呢 那我这边呢 我就调两针 那这边呢 我是这个位置 因为怕有大洞 我这边调的是三针 调几针都是可以的 多一针 少一针 都是无所谓的 好了 我们再把这五针 调出来 支下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这样呢 我们就 调完了 大家可以在 调完之后呢 我们数一下 调完之后的 这整圈 一共有多少针 大家记一下 建议这两边 袖子的调针的 针数相当 然后 支出来这袖子 才会美观 这样呢 就完成调针的部分了 然后下边 我们就开始往下支 再往下支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我这两个针 也就是 这个位置 我要给它 做一个记号 随便要做一个记号 因为这两个针中间呢 这是开头的部分 然后这样支 支过来之后 这边是结尾的部分 所以大家 要做一个记号 因为 在我们 支袖子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加减针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袖子 大家 看到这个位置了吗 这就是 我要用小别针 别的地方 通过剪针 然后袖子 从宽 最宽的地方 到最窄的地方 袖子都是从上 往下 慢慢变窄的 所以我们在 所以我们要 从这个位置来剪针 也就是小别针 别的这个 这条线上来剪针的 从这条线上来剪针的 大家注意注意这个 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就往下织 因为是圈织 所以我们每一圈呢 都是织的下针 就不用织上针了 织下针就可以了 我们从这一行 这一圈开始数 织到织五圈之后 每织五圈 然后从第六圈 开始剪针 你就按这个方法 往下织 织五圈 都是织下针的 在这里讲一个技巧 如果大家一直这样织的话 然后这个针织完 然后要织这个针的时候 一直这样织 我们就会发现 这会有一条很深的叶 这个叶怎么避免呢 那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小技巧 那我们再织完这一针上 也就是这个棒针上的 这几针之后呢 我们可以 把织的这一针呢 先暂时放到 左手边的这一针 然后把这个针呢 这是刚才织过的一针 那么我们拿起 另外一个针的时候 把这一针呢 放在这个针上就可以了 然后这样织 这样呢 我们在每次织完了一个棒针 然后织下一个棒针的时候 我们都要挪过一针来 挪过一到两针 然后这样 织完之后呢 就会很整齐 没有一条很深的叶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 都喜欢用环形针来织 四根针织的话呢 会有叶 好 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针织完之后呢 我现在暂时挑过来 挑过来一针 然后这样 再用这一个针来织 这样也可以的 每次织的话都挑过一针来 如果大家觉得 在织的时候 可以避免这个叶的话 也可以不用这样来回的挑 来回的挑也不是很方便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来织 好 我现在知道结尾的部分了 结尾和开头的部分 大家就不用来回挑了 大家看一下 因为开头和结尾的部分 本身它就是这样的 不用避免有叶 有叶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不用再挑过来 挑过去的了 好 这是第一圈完成的 完成之后的样子 我们就数到 织完五圈之后呢 我们来收 开头收一针 然后结尾收一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我们把这个 这五圈织完 现在织第二圈 好 现在我五行 五圈已经织完了 如果大家没记住的话 大家可以数底下的小辫子 一 二 三 四 五 这样五个小辫子 就是五行了 现在我们来收针 收针呢 是从开头 结尾来收 先从开头来收 也就是从第六行开始收针 就直接的两针并一针 就可以了 大家看 两针并一针之下针 这个位置 我们在并针的时候 是在小别针的这两针 中间来并啊 大家记住 并掉一针 下面呢 就正常的之下针 就可以了 好 最后还剩两针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最后还剩两针 我们这一针呢 给它 现在这样挑过来 这样 再这样穿过来 翻过来 然后从这里开始 并 这样并 这样并针 接尾是这样的并针方法 大家注意一下 这就是开头并一针 接尾并一针 并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织五圈 在第六圈上 开头并一针 也就是两针并一针 然后第六行 接尾两针并一针 就可以了 都是在小别针的这个位置 这两个帮针 这是开头 这是接尾 大家不要搞混了 好 我们往下来织 织 一直都是按照这个方法来织 圈织 织五行 然后再并 下面呢 大家自己完成就可以了 那呢 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下面看一下这个袖子 我这个袖子呢 已经织了这么长了 大家看一下 在比较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把这个袖子 这样折到后面的部分 大家看到这两行的上针了吗 然后和后片这样比一下 直到后边 差不多和我们这个底边花形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不用再织平针了 直接织这个花形就可以了 再说一下我们到最后 剩余的针数 剩余的针数 在一岁 一岁左右的宝宝的话呢 建议大家剩四十到五十针就可以了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袖口呢 想的宽一些的话 在我们剪针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看一下 剪针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 剪到这个位置 或者是这个位置的时候 数一下针数 觉得这个圈 也就是这个宽度 大家喜欢的话呢 我们下面再织的话 就不用再剪针了 或者是如果大家觉得 已经织了这么长 但是这个袖口呢 我还是觉得宽 怎么办呢 如果还是觉得宽呢 我们在织的时候 在织边的时候 织边 也就是织这个花形的前几行 我们可以呢 剪针 在这三个针上来剪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是剩了四十六针 剩了四十六针 我想把它剪到四十针 那么我们把这个针数呢 平均分到 差不多平均分到三个针上之后 然后每个针上在 每个针上剪掉两针就可以了 剪完之后呢 我们再织花形 这个也是可以的 这样呢 我们织口呢 就会紧一些 那这是这个问题 那下一个问题呢 就是现在我这个针上是四十六针 那我们的圈织 这是用四根针来织 这是用四根针来织 那圈织的话 我们这个最后的针数有没有要求呢 一定要是四的倍数 因为我们底边这个花形呢 是两针鱼骨 两针上针 因为它都是圈织的 因为是圈织的 所以呢 要是四的倍数 那么我现在这个呢 是四十六针 我可以 如果觉得这个袖口已经很小了 我不想再减针了 那我们就可以再加两针 到四十八针 那四十八针除以四就能除开 或者是呢 觉得这个袖口大 那我们再 可以呢 在任意两个地方呢 把多余的两针并掉 剩四十四针 这样也是可以的 四十四针也能被四整除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下面我们开始往下织 现在我针上是四十六针 那我打算在这个针上 和这个针上各减掉一针 各减掉一针 减针呢 就是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 这是减针的方法 如果大家想加针的话呢 比如少了一针 现在是四十三针 想到四十四针的话 我们就随便在底下这个辫子里面 调过一根线 然后织下针就可以了 这是加针的方法 刚才是减针 但我想在这边再剪掉一针 也是直接两针并一针就可以了 好 我把最后一个针上 这个织完 再画一个针上 这样很笔 像吗 就是这样 Kan dank 然后再画一个针上 进一针上 三针上 三针上 第三针上 二针上 三针上 一个针上 三针上 好 那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这一圈呢就织完了 下面呢我们织下面的花形 和我们门巾边 也就是底边的花形是一样的 只是呢这个花形是圈织 在织花形的时候 建议大家换成小一号或者两号的这个针 这样子织出来 我们的袖子呢就会非常的好看 一边织一边缓就可以了 那我们从 这两针开始织 鱼骨针 拆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织上针 绕下去 至鱼骨针 绕上来 直上针 绕下去 直鱼骨针 然后再绕上来 直上针 绕下去 直下针 然后最后这边还有一针 我可以呢 先补织 先挑过来 然后 把十号针放在一边 拿出一根十二号的针来 来这样这样穿过来 然后我们把这一针放在这个磅针上面 就可以了 这样呢我们就开始往下织 织上针 织上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针呢 直接放在线的下方 然后织上针 然后织上针 再把线绕下去 织两针鱼骨针 把线绕上来 织两针上针 绕下去 织两针的鱼骨 好 我们这里又约了一针 可以把这一针呢 先挑下来 然后把刚才挑下的这一针呢 放在我们左边的这一针上 然后再拿起另外一个 细的针 然后制两针上针 把线绕下去 然后制两针下针 再绕上去 制两针下针 绕上来 制两针上针 绕下去 制两针下针 好 然后最后还剩两针 我们绕上来 制两针上针 好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们结尾的部分 是两针上针 那开头的部分 我们织的是两针的下针 这样呢 我们就连续上了 这个花形 下面我们拿出最后一个细针 开始 织第二圈 因为这是圈织 和我们 跳织的时候 有一些不一样 我们第二圈的织法是 直接的织 两下两上就可以了 好 大家看一下 这个第二圈就不用再织 鱼骨针了 直接的织 两下 正常的织 两下 然后把线绕上来 织两上 再绕下去 然后织 两下 两下针 两针下针 把线绕上来 织两针上针 再绕下去 然后再织两针 下针 绕上来 织两针 那么到现在 圈织的 底边的花形 第二圈就织完了 然后我们就按照 第一圈和第二圈的 编织方法 往下编织 就可以了 第三圈的编织方法 和第一圈的 编织方法 是一样的 然后 第四圈的编织方法 和第二圈的 编织方法 是一样的 我们就按照这个 循环 来往下编织 第三圈我们就要 前两针 就要织鱼骨了 然后把线绕上来 直上针 再把线绕下去 直鱼骨 绕上来 直上针 这是第三圈的编织方法 第四圈我们就 织两下两上 两下两上 就可以了 然后第五圈 织 两针鱼骨 两针上针 两针鱼骨 两针上针 我们可以按照 自己的需要 把这个花边 织成自己 所需要的高度 就可以了 视频当中 那呢 制的是石牌 我们要以 偶数牌为结尾 也就是最后一圈呢 制的是 两下两上 两下两上 然后这样 我们就开始 收针了 收针的方法 和我们这个底边 的收针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下针的地方 我们织上针 上针的地方 织下针 就可以了 我们前两针 是下针 那么我们织上针 先织一针上针 然后再织一针上针 现在针上有两个线圈 我们从后面 把最后的这个线圈 把后边这个线圈 绕到前边这个线圈上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 用的是直针 所以我们直接的 不用再出来了 直接的把这根线呢 倒下去 就可以了 然后直下针 直一针下针 我们把后边 把后边这个线圈 绕在前边 这里边来 然后 直两针下针 这时候我们 又到两针与骨针 这里了 也就是两针下针 我们把线绕上来 再直上针 每这一针上针 我们就把后边 就把后边这个线圈 绕在前边这个线圈上 这样的 然后再把线放下去 上针地方 我们直下针 我们按照这个方法 把这一圈 收完 再绕上来 然后再把这一针 最后收到还剩一针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线圈 线圈稍微的撑长一些 用剪刀把线剪断 把线头塞到线圈里面 撑紧 这样呢我们就 袖孔呢就制完了 这是袖子的编织方法